这到处都有排骨饭 为什么蕴奖大哥们会大老远 跑到英哥老街上来吃呢 原来这里腌制后再炸的排骨 外酥内多汁美味极了 而且还有六七样配菜 一份只卖八十块 蕴奖 蕴奖 你能带我来车头吗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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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来吃饭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让司机大哥宁愿不赚钱 也要吃的美味就是它 超大排骨饭 仔细看排骨大道 可以盖住整个大碗宫 焦糖色的酥皮下 还有丰富的肉汁闪闪发亮 再加上六样满满配菜 一碗只要八十块钱 不但超大份量 还能满足口福之欲 我都礼拜一到礼拜五 因为平常假日 这个车子太多 又徒步去也不好停车 所以要选礼拜一到礼拜五 算蛮划算 因为够分量 东西又多料也多 一般小姐来吃 这一碗都吃不完 超大size的排骨 店家选用的是三峡黑猪肉 不但口感鲜甜 就连软嫩的程度 都是猪肉界中的嚼嚼者 其中带点粉红色的 带骨里肌肉 就是便当主角 因为强调新鲜温体 所以得要每天现切 因为温体的猪肉的话 它没法用清洁去切 那就一定要撕一刀一刀 慢慢地切 所以通常都会比较红 那再来是我们要求的两素 也比一般外面的女士 各种中药香料 去腥也提香 将调好的腌料 通通淋在排骨上 如同宝贝般用双手捧着 轻轻翻动 让香料入味 接着撒上地瓜粉 均匀地拌上每一块排骨 你有看到我其实都是用爆的 但我没有去捏它 我腌的时候其实都是用爆的 那第一个是 可能讲不要碰到肉质 再来就是 每一块食材其实都很重要 浪费一块其实都是成本 经过一天的腌渍 将入味的猪排 放入180度的高温中油炸 要炸到熟透 让猪肉站起来 立着炸可是关键 因为我们的排骨 它是有带骨头的 那带骨头的 台湾它会有那种啃骨头的习惯 才有那个滋味 那个感觉 所以扎一把它立起来 让骨头的部分 要完全让它有熟 一刀切开的排骨 哇 香喷喷的中药香 与肉汁交缠的香味 让人实在是洞北调 用英格著名的 陶尺碗装的排骨饭 蓝白色调中透露着 浓浓的古早味 外酥 内嫩的榨排骨 清香的中药香 和鲜甜肉汁相当对味 不同于外头炸到干点的排骨 这里的排骨不但香 还非常有料 再搭配上满满的配菜 深深掳过运奖大哥的芳心了 它的排骨吃得比较嫩 它旁边的菜也不少 它的菜色 有那个古早味的味道 吃起来就有一种 好像妈妈的味道一样 古早味的排骨便当 再搭配上这一碗 像牛奶一样洁白的蒜香鲜汤 满满的和鲜鲜味十足 问奖大哥们喝来补充体力 我刚才喝了一口感觉 真的很浓郁这样的 很营养的一道菜 用料丰富的排骨饭 与鲜味一级的鲜汤 浓浓的古早味 不仅表现在菜色上 就连装潢都走怀旧复古风 这里所有摆饰都是老板的收集 可别以为他年纪很大 七年级的年轻老板 因为从小生活在眷村 因此他将梦想中的餐厅 仿照老房子增添趣味 处处再贴上反共标语 营造40年代的氛围 在用餐之余 也可以拿起相机 为自己与朋友留念 我去一般店里的话 我吃完东西不错 我走了之后 我并不会带走任何一点东西 那我希望客人 然后我们这边客人 离开的时候他会回想说 我当初去那间店 东西好吃之外 那就是会有一些回忆 会有一些互动 除了古早味 充满东南亚风情的酸辣鸡 也是招牌 使用八两重的去骨鸡腿肉 以180度高温油炸 180度的原因是因为 它炸起来之后 不会出油 要把油全部沥掉 因为如果温度比较低的话 它就会保有那个油 所以吃起来会太腻 外脆内嫩的金黄鸡腿 软嫩鸡肉被酥脆外皮包裹 淋上特调的酸辣酱 口感类似椒麻糬 但酸甜的口感更适合下饭 也让温奖大哥有了触炼般的触炼感觉 它这个酸辣鸡很像那个泰式的椒麻糬的口味 而且鸡肉很软嫩 很口渴 很可口 真的是不错 酱 对很开胃 微甜 有点酸酸的感觉 有点恋爱的感觉 复古的滑旧餐厅虽然身在风景区 但超分量的美味 以及清明的价位 成了当地温奖大哥们最推荐的超值美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